美国联准会面对美股崩跌 仍然决定今年第四度升息 反观中央银行李监氏会议决定 第四季利率维持不变 重贴线率维持1.375%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1.75% 短期融通利率3.625% 等于说利率连十栋 主要的贸易方刚刚我也要提了 就是说他们经济都失落荡下 基于这些的因素 我们维持利率的不变 经济能够持续成长的时候 我们采行这个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 来支撑它 主要因为全球经贸趋缓 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涨幅缩小 加上央行下修明年经济成长率 为2.33% 因此没有升息的理由 话锋一转聊到促展会 主张改版国币已经发文给中央银行 行政院跟中央银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就是说要改版的一个计划 也没有编列预算的一个 这样的动作 杨金龙保守回应 因为接下来台湾面临到的考验更严峻 包含美中贸易延烧 还有美台利差扩大资金外流风险 如何稳定产业发展 央行需严正以待 欢迎新闻简易林陈淑曼台北报道